我现在把老子的第一章我来念一遍 我一句句地和大家一起聊 我尽量用最简单最通俗的方法 使大家能够了解老子他谈的道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是怎样谈的 我先把它念一遍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 有明万物之母 故常无予以观其庙 常有予以观其脚 此两者同出而一名 同位之玄 玄之又玄 众庙之门 他这里面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 他一开始就说 道可道非常道 第一个道是名词 道家的道道德的道 第二个字 那个道是说的意思 我们说道 你如何如何说道 那个道就是说的意思 道可道 一种道 我们会用语言来表输的道 非常道 常啊 就是永恒的 永远的 不变的 道 用语言 能够表述 能够谈论的道 就不是 我说的那种永恒不变的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讲了 道 可道 那第一个道 是名词 就是道家的道 他谈论的那种永恒不变的那种道 他说可道 那个道 是谈论 言说 我们常常说 能不能说道 就是那个道 他说 可以用语言来谈论 来表述 来描述的道 就不是我说说的 那种永恒不变的道 明 可明 非常明 第一个明 就是概念 事实上它也就是道 道这个概念 可明 就是 那个明啊 就是 跟这个概念 下个定义 给一个事物 跟一个概念 灌明 打个别忘说 来 灌明 这是 手机 对吧 那么 我们把它称为手机 就是跟他 起个名字 说完了 可明 非常明 那就不是永恒不变的明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说道 用语言表述出来的道 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呢 能够用语言 来给他灌明的 明 就不是永恒不变的明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啊 因为老子的那个道啊 它就是万物的生存者 它也是宇宙的本源 宇宙的本质 因为老子的这个宇宙论 它很大部分是谈的 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宇宙 它往往是似乎的生存的 别人道 是怎样生存万物的 它就是它的生存者 也是它的本源 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它说它作为万物的生存者 和万物的本源 道 它不是万事万物中间的某一物 也不是万事万物中间的某一类物 什么意思 如果那个道 是万事万物中间的某一种物 只要它是一种物 或者是一类似物 它就不可能生存万物 它就不可能作为宇宙的本源 大概比如说 一种物呢 手机 它就不可能生存飞机 对吧 它如果是个火车 是个高铁 它就不可能生存气色 就是说 作为万物的生存者 万物的本源 它不可能是某一类事物 或者是某一种事物 这个好懂吧 这里面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它的包容 自广 它的万样自大 它才能够生存万事万物 也就是说 如果它作为一个万事万物的本源 它包容了重物 它才能够生存重物 对吧 嘿 这边就有个问题了 它的内涵自广 它的万样自大 那么我们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述它 我们就不可能来谈论它 大家说为什么 朋友们 我们如果用语言来表述 描述一种事物 这种事物 我们要描述它的时候 肯定就要指示造型 你也都在进行描述 比如说谈论大家念 大家念六十多岁了 同学拔得一塌糊涂 经常讲话 还胡说八道 那这就用语言来表述 那大家念是可道的 你可以谈论的 对吧 那么大家念就不是永恒的道 我六十多岁了 我可能到七八十岁 可能不到七八十岁 我可能也不在了 对吧 再有 只要一种东西 我们一谈论它 一谈论它的心脏 谈论它的本质 谈论它的特点 这种东西 它就不是邪而上的道 它就变成了邪而下的气 气就是指俱嘴的事物 也就是说道是不可谈论的 而且也没有办法描述 因为老子 他反复地谈 他说道啊 是个什么样子呢 他说道 四字不见 明月矣 他说看也看不见 所以它叫矣 大家注意 听 听字不见 明月矣 我们说大音矣声 对吧 听它没有声音 看它没有色彩 他说脖子不得 手去摸 触摸 摸不到 感觉不到 他说明月微 矣 细微 他说此三者 不可自及 完全不可 用语言来表述 不能描述 不能阐识 你 什么意思 他说道 既看不见 也听不到 也触摸不到 他反复地谈论 他说道 其上不脚 他说上面 也不是那么明亮 其下不灭 他说下面看 它也不是那么阴碳 他说神神兴以不可明 完全没办法 怎么要称武道 他说福归于无物 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到 出也出不到 他说福归于无物 道就是无 无就不可能用 去表述的嘛 那无怎么搞呢 他说道 是无障之障 是没有形状的形状 是无物之相 它是没有物的形象 那怎么搞呢 他说 银子不见其手 随之不见其后 他说道 可以为天下母 十四章 二十五章 都反复谈论 他说道可以为天下母 他说物不知其名 他说我不知道 道这个名字 没有办法 强制之于道 我勉强地 把它称为道 强名之于大 大道 我不知道我讲 明白了没有 道是不够谈论的 因为它没有形象 又没有声音 对吧 又没有色彩 它是无物之物 我们怎么谈论它呢 能够用语言 来谈论的东西 就不是道 我这样讲 不知道大家 明不明白 就是道 可道 能够谈论的道 就不是他所说的 那种远方 不变的道 但明 可明 他说用一个事物 我们能够给它灌名的话 他说这就不是常名了 就是不是永恒不变的名 这很邪乎的 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给一个事物灌名 给一个概念灌名的时候 那么 我们就要规定 这个概念的内涵 它是什么东西 它的本质是什么 也要跟这个事物的外样 作出界定 打个比方说 我们灌个名 教师 那教师我们怎样规定它呢 教师是什么人呢 教师 就是传授知识的人 或者说 什么是教师呢 教师 就是以传授知识 为职业的人 好 这里面 教师 它就是灌名了 把这种人 我们灌名为教师 把它命名为教师 这里面就设计了各种东西 它的内涵 它内涵是什么东西 它是传授知识 而且是传授知识的人 不是东 不是猪 不是猫 当然人包括男人和女人 它都可以成为教师 只要你以传授知识为职业 我们就不能把它成为教师 对吧 那为什么灌不能灵呢 因为到底内涵 它是没有规定性的 有了规定性以后 它的内涵是有限的 只是这一类的东西 它是这一类的人 教师就不能变成医生 对吧 为什么教师我可以命名呢 它既有内涵又有外扬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进行命名 好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道是不能命名的 既不能谈论 又不能命名 它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说了 它既没有形状 又没有本质 又没有内涵 它是个空的道 所以老子说 道就是无 它福归了无 道就是无 我们命一个名的时候 这个名就是词 它就不可能变成比 谈了一个事物 道的时候 就产生了主体和课题 我们给一个事物命名的时候 那个事物就规定了 它是词 而不可能是比 大家注意 只要 一有了主体和课题 有了主课 分出了彼此 它就落入到了 时间和空间的框架中间了 落入到了 时间 它就必然有先后之分 它落入了空间 必然就有大小之比 我不知道这个讲清晨了没有 而道是永恒的 它不在时间之中 而道是无限的 它也不在空间之中 说永恒 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 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 这个东西很抽象 所以道 它既不能谈论 又不能命名 老子说 道 可道 非常道 明 可明 非常明 我不是 朋友们 现在懂得没有 我讲这么多 我以后还可以做一些演讲 和大家一起反复的探讨 一起交流这个问题 好 老子说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他说 我们把无 看成是天地之始 始终开始开单 这早就源头 而有 我们把它 视为万物之母 万物的生存者 这里面有就来了 那无是什么东西 有又是什么东西 我刚才谈论 道和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万物 有和无 是魏晋玄学 谈论的最多的问题 他就是从老子中间来的 老子他说谈论 万事万物的本质 万事万物的生存者 他 老子反复地说 道就是无 他为什么是无呢 他说 无 我们把它称为天地之始 有 我们称为万物之母 我怎么倒是无呢 我告诉大家 他作为万物的本源 他是有无 他什么都不是 他让他生存什么都是 如果他是这个东西 他就不能生存那个东西 我刚才讲了 而且 我和大家讲 道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 作为万物是万物的开单 他就是一个无的 他没有任何规定性 就是他的内涵 他没有任何规定的内涵 我们不可能规定他 说他里面有个什么东西 如果那个道 要有个规定性 他就不能生存别的东西 所以他从这个应用上讲 他作为 强在的 无限的可能性 他是无 他作为万事万物的生存者 万物之母来讲 他又是有 无和有 是同一个东西 无和有 都是道 不知道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这个东西太玄了 当然无和有都是道 从无的这个方面 我们能观测 道的微妙 它的奇妙 它是无 生存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从有无 我们能观其脚 脚就是边界 我们从有来看到 道的无限 它是无限的扩张的 它会生存宇宙 生存无限的 可以扩张的 关于宇宙到底有多大 是不会描述的 有人说宇宙有边界 当然如果有边界 它就不是无限的 我们从有来看出 道的无始无终 对吧 好 他说 此二者 同出 二一明 他说 无和有 同出 是处理个东西 只是教法不同 二一明 同位之旋 所以我们叫这些全学 他说 闲之又旋突了 深奥啊 太深奥 深奥的没办法 众妙之门 所有的微妙 所有的可能性 所有的万物 都是从无和有中间 产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的是 众妙之门 这一节 我们讲了老子 对道的描述 道 既是无 又是有 我们既不可能谈论它 又不可能给它命名 尤其是最难理解的 道 从无相的可能性上 讲它是无 从不生成万物 万物是母而言 它又是有 有和无 是全学反复谈论的一个拟题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以后还要回来讲道 这节要保护几个问题 老子的第一章 第一 为什么道不能谈论 第二 为什么道不能冠名 为什么说道是无 而且同时又 为什么说道是无 有 老子说道同出 大家注意 有和无 同出而易名 都是道 这几个问题 同学们 一定要认识 自己想清楚 它真的很深刻 很微妙 真的是选子又选 如果 同学们还不懂 我这个 大家念 金头老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 同学们 也可以去 细看一下 我将来有机会 也可以和同学们一起讨论 好 同学们 官儿到 今天就讲到这里 老子的第一章 希望朋友们背 好 再见 朋友们 纵你行踏 千把斗 默然地回首 点关注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